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会不了解到底什么是脑内对话 我们说其实每一天你都在脑内对话 比如说早上起来你会想我要吃什么啊 我要吃面还是要吃粥 当你看到一个不礼貌大呼小叫的人 你会说这个人真的很粗鲁 这也是你的脑内对话 然后如果你遇到一个花火的老板 对你大发雷霆 然后你会说在你的脑袋里你会说 哎呀我今天运气真糟糕 为什么碰到老板心情不好 这也是你的脑内对话 或者你在脑里跟他对抗 他讲一句你也讲一句 那也是你的脑内对话 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脑内对话 我们就会过快乐的一天 如果我们有一个不好的脑内对话 我们就会过不快乐的一天 打个比方 有一天早上起来 那我写了一个电邮 我要寄去美国给我的老师 那我就问我的先生 我这个电邮写的怎么样啊 因为我不确定我的电邮的语法 写的是否可以 因为我要用英文写 所以每一次呢 我为了就是让我写的电邮会好 我就会先问一下我的先生 那我先生看到我的电邮的时候 他就会说 哎呀为什么你所有的语法 每次都犯相同的错误 你能不能记住我讲的很多次了 可是你还是同样的错误 然后他多讲了两句呢 我就不开心了 我就走掉了 走到环境里面不理他 然后心里想 这个坏脾气的家伙一点耐性都没有 那我的脑内对话是这样 所以我就生气了 可是呢 如果 如果我的脑内对话不是这样 如果我想 哎这个 没有耐性的先生 也是来自于我 如果我这么想的话呢 可能我的状况就不一样了 然后之后先生又觉得 他可能讲中了 他就跑过来叫我 说哎 不要小气啦 我帮你做好他 来我帮你改一改给我看 那如果我的脑内对话是觉得 先生是一个不耐烦的先生 是来自于过去 对人家不耐烦种下的 那我就不会生他的气 我就会开心的再去接受 他给我的一些指点 然后我们就会有开心的一天 所以一个好的脑内对话 和一个不好的脑内对话呢 直接导致你的快乐不快乐 所以我希望你呢 在明年的四月份 能够来听 格西老师讲的这一堂 脑内对话的课 我也很期待 所以到时候见啦 到时候见 还可以 好 però 这一堂 也没在这一堂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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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堂